《隱形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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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是屏東大樹眼科診所院長 鄭順田醫師 本身也是眼科專科醫師 也是陳舊專科醫師 創專科 那今天要為大家講了一個主題 就是所謂我們平常很多 年輕漂亮的小姐 帥哥 美女 他們一般戴所謂的隱形眼鏡的一些 該注意的一個事項 那我們知道隱形眼鏡 主要有分成兩大類 那一個是硬式隱形眼鏡 一個是軟式隱形眼鏡 那硬式隱形眼鏡 因為一般的透氧性是比較高 那像一般白天佩戴我們叫RGP 白天佩戴的硬式隱形眼鏡 它的透氧性 一般我們用一個數字來表達 叫做DK DK是一般硬式隱形眼鏡的 DK是大概在60以上 那一般白天戴的大概可以到60到90 那60到90的這個硬式隱形眼鏡來講 它一般在白天的佩戴 除了衣服感比較嚴重之外 反而是它感染的機率是有 但是眼鏡是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透氧性高 而且它的鏡片的直徑也比較小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感染的問題 但是一般所謂 各位小姐不管你是在7-11 不管你是在大賣場 或者是任何一個藥局 診所醫院 你購買的一般所謂的 拋棄式隱形眼鏡 那拋棄式隱形眼鏡又分成幾個大類 一個就是所謂的日拋 週拋 雙週拋 月拋 年拋 兩年拋 或者叫做永久性的 一般來講大概就年拋而已 記得隱形眼鏡 睡覺前一定要拔下來 你可以不卸妝 但是你可以不能不拔隱形眼鏡 好 那在這邊謝謝大家